二沙新聞自由關中天引發眾怒 賴政府提名的新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委員名單 現在出爐了 立主要關掉中天 甚至把華視新聞台拱上52台的主戰派 現在全部遭到撤換 內定是由電信專長的台經院四所所所長劉伯利 師大大傳所的教授陳炳宏分任正副主委 而另外的兩名委員是世信大學傳播管理系的助理教授羅惠文 還有NCC平台事業管理處長詹亦蓮 這份名單現在遭到業界也質疑可能是在轉移焦點 避免在野黨再度追究NCC的責任 新任的NCC主委內定是由電信學者劉伯利來出任 對劉伯利來說這可能只是一份心職 但是現實恐怕是要收拾前朝的爛攤子的苦差事 尤其是前主委陳耀祥 讓NCC變成政治工具 濫權關掉中天新聞台 而如今面臨到的是訴訟連15敗的困境 果斷放棄上訴或者是進一步恢復中天的執照 已經是責無旁貸之務 好對於這個NCC新的人事命案呢 現在呢這個是前立委郭正亮就表示說 這個是劉伯利和他的專業跟判決有限執照是無關的 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對電視實施執照審查的制度嗎 他認為說這個是權力應該要廢掉 因為他認為這樣的機關是有問題的 劉伯利他的專業跟判決這個有限執照這個是無關 他專業是電信 事實上我跟你講這個我覺得我們 我真的是建議我們的在野黨要修法 所以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對電視實施執照制度嗎 憑什麼你六年憑什麼給照不給照 我根本認為這個權力應該把它廢掉 就是你可以用刑法去管束你是不是違法嘛 比如說你就說你隨便就抹紅人家 那你就根據國安法來辦嘛 哪一個事情違法嘛對不對 或者說哪一個是不實新聞嘛 那不實新聞我們也有法律可辦啊 人家會告你毀謗啊幹嘛的 那他這個不是耶 他是用行政權就直接判定你違規 然後事後我們也知道嘛 就是陳耀祥那個時候 然後連續十幾次都敗訴 你為什麼有這種權力啊 我根本就認為這個機構是有問題的 我在美國我就從來沒有聽過 有這樣的權力的政府機構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不要集中去討論NCC的人事 我們首先是應該去問 NCC憑什麼有這種權力 我覺得當初定位根本就是錯的 我是認為中天自己要整理一下 就說我是這樣 他是這樣 為什麼他沒事 這個應該要讓立法院 有人來幫中天來問這種問題 就是說你NCC的委員 為什麼這麼雙標啊 那你要不要表個態啊 為什麼這麼雙標呢 第二個是你罰款 結果到最後你都敗訴啊 你要做個表態啊 我覺得我們先就過去發聲的部分 先讓他表個態 然後再積極的演繹要不要修法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我們會有什麼好看的 你不可以保養 我會有什麼好看的 賣相機的可怕 也會受到 我會有什麼好看的 我會有什麼好看的 我會過一個好看的